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支聯會本來是一個遊行 有關我們六四觸關集會的安排 今天就有五十幾個街站 天地開花式地在全香港 是告訴市民我們六四集會的安排 還有因為剛剛人大就通過了國安法的決定 這個是將會徹底地破壞一國兩制 將香港人 我們過去的自由完全是摧毀 包括我們擔心的是悼念六四 平反六四 結束宣政 我們一路 我們的綱領 我們表達的自由 所以今天我們也是除了告訴全香港市民聽 大家六四是照樣晚上八點鐘 燃點起一個蠟燭 八點零九分 墨愛 由八點到八點半 我們有個線上集會 大家一齊無論你在哪個地方 一齊去參與 我們的六四集會的 我們那天也會有遍地開花的街站 派蠟燭和派灰堂 我們支聯會就會在銅鑼灣派蠟燭 然後我們七點會進去維園 準備八點鐘我們的集會 所以在八點鐘我們會在維園裏面 是燃點起 譴責屠城的燭光 悼念六四亡云的燭光 所以在這裡呼籲大家六月四日無論你在哪裏 大家一起參與我們的六四 遍地開花式的燭光集會 所以我們那天也是呼籲全球 是用他們自己的時間 晚上的時間 八點鐘 全球去燃點燭光 全球去墨愛 然後將所有的 大家的相片 封相 寫在大家的Facebook Twitter和Instagram那裏 大家是用Hack Tank 6431 Troop去全世界一起悼念的 這個是我們現在支聯會 是有關這次的六四集會安排 當然 我現在要講清楚先 警方到現在都沒有說禁止我們的六四集會 但是我們和警方的態度我們不是很樂觀 所以如果我們拿到六四集會的不禁止的話 我們當然進去維園 是一個全香港人一起的六四集會 但是我們已經準備了一個10B方案 就是在警方禁制集會 也看上去已經是立心不良地用限聚令 一直在做這件事 禁制的話我們呼籲全香港 大家市民是天地開花式的六四的燭光集會 希望大家今天去了解多些國安法 對香港人自由的影響 也讓大家準備下心情 準備6月4號大家出來燃點燭光 希望香港人一起 是繼續我們的燭光的運動 我們的責責圖城 悼念六四亡魂的運動 繼續是結束一黨專政和建設民主中國的 各位大家好 其實都見到那個禁聚令 6月4號已經有爭效感 有沒有說呢 擔不擔心街站簽名 或者聚集的人都會被票 其實呢 大家說現在警方會怎麼做呢 沒有人知道的 很多人問我 喂 6月4號 就算街站都會不會有警民風突 或者大家在街上燃點燭光 警方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只是說一件事 就是沒有警方 就是他們不出動 就是最和平安全 警民衝突一手是由警部製造出來 所以任何的衝突根本就是警察做的 我們市民其實 過去30年到今年第31年 我們只是一路都是燃點的燭光 表達我們的哀思 和我們對中國民主的期盼 如果他要禁止的話 我們不知道他會怎麼做 我們也都是沒有任何的 可以告訴市民聽 是我們有些什麼東西 是可以保障大家 因為我們和大家一樣 我們同行 我們都是無權無制 現在我們只希望大家自己 自發性地 不要退縮 和我們一起去燃點燭光 你會不會擔心 也會不會有一些 可能有暴力 在你們加招 如果沒有警察就沒有暴力 我們會不會有暴力 我們會有暴力 我們會有暴力 這個做法就是8個人8個人 一組大家有1.5米的社交距離 我們繼續會這樣做的 現在入到維園都不會這樣做 入到維園我們是有個8點開始 全香港無論你在哪裏 你都可以參與我們一個網上的集會 我們希望大家8點燃點燭光 8點09分默開 然後一路參與集會 一路去到8點半的 無論大家在哪裏 包括我在維園 我們都是同樣跟隨這個網上集會的程序 我們繼續去進行 我們最重要我想全香港人 大家繼續堅持不退縮 我們繼續我們的抗爭 還有我們一路以來 31年來我們都是悼念的話 我們今年絕對 我們支條會不會放棄 不能放棄的 都是會結束到底的 如果有關這些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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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是他去定義的話 根本不允許扭環節 如果他將來 就算你說沒有追諾期 他都可以搞追諾期出來的 所以沒有意思的 現在鄭若驊講些什麼 嘔嘔嘔 又說有追諾期 又說有時候又留言下去 我都不想說什麼 因為為什麼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因為他自己都不知道 奴才就是奴才 他自己不知道主旨到底怎麼想 所以現在講什麼都沒有意思 所以就算將來 中共出來說沒有追諾期 大家信嗎 其實他所有的 中共那些 是他們的解釋 他們的言論立場 隨時搬龍門 那個紅線隨時轉 所以我覺得是完全 大家香港人 只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堅持我們的權利 這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線索集會 有什麼教訓 線索集會 因為時間很短 我們主要都是一個 很多的錄影 還有我們當然 既然父母親 繼續會在線上 去發表他們的言論 我們也有宣言 也有我們自由化 很多的道路 一直以為民運的歌曲 但是我們 因為時間上 我們是過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們主要都是 一個以道連為主 的一個集會 而是表達的信息 就是我們的線索和埃 是交流的 那問題是 那一首選題呢 就是《國安法》 《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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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怎麼看呢 其實《國安法》 未通過都沒有集會了 它已經用限制令 我們估計它都會禁制 所以大家看到香港現在 是轉變得多快呢 年六四集會 今年三十一周年 其實它是不給 在維園裏面 有一個的六四集會 那如果有《國安法》之後 我們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我們自己可以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會繼續堅持回 每一年 每一年的六四燭光的政府 我們是不會退縮 香港人是退無可對的 怕不怕 當年結束一黨專政 你覺得是一種顛覆關政府 其實結束一黨專政 我們叫了三十年 過去都沒有說到 顛覆國家政權的 但是它現在可以隨時移龍門 所以其實任何的口號 其實都按那個政治的需要 中共是會扭橫折曲去打壓 所以我不回答不到你 到底結束一黨專政 是將來日行不行 我們只是說我們會繼續 連林鄭下台 將來行不行 都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整個定義 不是由一個香港的普通法也好 香港的法制的角度去定義 是因為去到國家安全 他們可以隨時說 這個是由中共定義的 不道理香港的法定 現在大家還聽一下 還有一個更加突然驚的一個說法 他們說責刑 刑都責了 那你還說什麼其它東西呢 所以其實現在 他們無法無緣到一個地步 連國安機構都要在香港去駐紮的話 真是責刑的話 其實他們是完全不會理任何法律 他們只是想用一個恐懼去統治香港 但是我們沒有了免於恐懼的自由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香港人自己繼續堅持 是我們堅守我們香港這個陣地 是可以看到現在很多全世界 國際上也有很多的行動 還有一個聲明 大家都是指向中共現在的國安發展 下來香港 我們相信香港人在整個運動裡面 不是孤單 我們是很多的各方面的支持 那有沒有再跟警方 有關那個 即是有關那個 警方又會 現在警方又會 有什麼最新的想法 警方沒有再跟我們講 所以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他什麼時候會告訴我們 警方沒有再跟我們講 所以我們不知道 警方是最新 有了什麼決定 但是我們對他們本身是 上個禮拜 前天的一個他們的熱騰 我們是非常失望 因為很誠意 他真的給我們雜本的看來 有什麼準備的事 什麼準備都要的 大家 所以大家 香港人 做好所有的準備 但是大家準備在之前 問回就是呢 就是在委員那方面 因為你們說是7.118 就算是對於法國委員 就是如果多個法國人 他在中央已經截停 你們 進去英國 有些實力的打擊 其實我們 總之我們做回 我們應該 我們認為 我們有權做的事 我們就不會 警方本身 他們 怎樣去阻難我們 我們是會堅持 我們有權進去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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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講講現場情況 這裡是銅鑼灣 看到私聯會今天 是一個遍地開花的街站 因為本身歷年 在六四之前的一個星期日 私聯會也會舉辦遊行 但是今年的遊行 就是租警方 以這個限聚令為由 疫情為由 是反對了 所以 李卓人也表示 所以今天 就改為這個街站去宣傳 因為 到去到 下個星期的六四晚會 至今是仍然未獲得 警方是作出一個不反對的通知書 也是未獲批准 或者反對 是未有 警方是未有表示的 所以 現在有沒有六四晚會 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今年 而李卓人也表示 主席李卓人也表示 今年 是 傾向不認為 其實今年是有六四晚會 所以 他們也啟動 這個Pan B Pan B 將會有一個遍地燭光 的 調六四的街站 十萬多人 歡迎大家過來支持我們支撩會 我們繼續堅持我們六四的集會 現在我們會講講 那天我們會怎麼做 不如做個示範 首先 我們所有人 那天 希望大家 拿個杯託 杯託 寫著我們今年的六四 三十一周年的主題 就是 真相 真命 自由 抗爭 因為 六四的真相 到今天都未有 疫情的真相 中共也都隱瞞 反送中 的真相 尤其 黑警暴力的真相 也都是很多人扭曲 所以我們希望 大家 是用我們的真相 去對抗中共的方言 我們繼續為自由 為生命 去繼續抗爭的 那我現在首先呢 就 將我們這個主題的杯託 接一接先 大家 我們幾個在這裡 是的 就是這樣 我們呢 就是 有一個的杯託 就給大家 真相的杯託 給大家呢 是 燃點的燭光 那不如你給我燃燭 我燭光 是的 大家拆進去 你有沒有燭光 還是你用不大 是 用不大 用不大 那些 那些 可以 有朋友幫我 有沒有火機 是的 我知道 有 好 謝謝 我燭光 大家 那天呢 就是我們 晚上 八點鐘 就會維園 和全香港 所有地方都會派蠟燭 和燃點燭光 我們呼籲全香港的朋友 市民 香港人 大家就在八點鐘 燃點一個追究屠城的燭光 悼念的燭光 各私各樣的方法 大家想一下 那天可以做些什麽 大家就一齊 八點鐘 燃點一個出發 釋放民運人士 追究屠城責任 全晚八九民運 業縮一走尊正 建設民主中國 反對國安法 反對國安法 反對議員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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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真相 為真相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為自由 為自由 抗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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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生命 為順利 抗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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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呢 就交給 或者何財人有什麽說 然後 然後我們另外 請問是副主席 恆同 長鋒 各位 三十年來 大家看得到 我們堅定不辭地 每年六四 來悼念燭光 悼念六四的死難者 今年第三十一年 特區政府竟然 無此地 利用疫情為理由 來到呢 是 禁止今次的集會 有人會說 這個傳統就斷了 可以跟大家說 絕對不會 今年我們要用靈活的方法 用我們的想像力 做我們的創新的思維 用大家的熱情 凝聚我們在一起 是網上連線那樣 是進行這個集體的悼念 我相信也會有不少朋友 也都會來到維園 我們在維園 保持著一定的社交距離 在法律常報的1.5米 但是我們會散佈維園 跟著我們會散出來 我們是在維園的周邊 我們在灣仔 在銅鑼灣 中環 九龍 我們在 維港的兩岸 甚至在新界 各個地點 都有很多有心人 都會 是用 是用 燭光 一個個小團體 一個小群組 這樣 是散佈 那個地方 其實全世界都一樣 我們連接了很多城市 是準備一齊 是 在同一個時間 當然我們是 有視察 但是用他們的時間 八點鐘 然後我們一齊 是 進行一個 一個默開 是八點 零九分 我們一齊默開 然後用 然後呢 拍了照片 拍了一些維圖 然後呢 是 低上去網上公 這個連接 是很有意思的 是很有意思的 任何的極權政策 是阻不了我們的 不過連這個疫情 連連這個限聚 但是 我們會不會 變成是 危害國家安全 我告訴你 我們這麼多年來這樣做 我們不會倒退的 我們不會恐懼的 我們不會退縮的 如果真的要二言入罪的 實際是欲家之罪 我們 是一定會勇往直前 我們不會放棄我們一個最基本的人權 就是 講出 我們良心的說話 維護真相 追求正義 記住 只要維護得登上 我們就有機會 追求正義 只要人心不死 我相信 這個抗爭 一定會帶給我們的光明 帶給我們的正義 好 我們另外一個副主席 恆同 麻煩 他們今年想打壓香港的燭光集會 我們現在的應對 其實是要將這一片的燭光 散布在香港每一個博落 也都散布在全世界的每一個博落 其實今晚稍後 是會有一份全球團體的聯署會出來的 也都是會 我們是將這個 hashtag 64331troop 這個全球的道路運動 抗散世界每一個博落 我們 各位幾個朋友 今天 請留意一下 他們都會有一個 hashtag的wall 網子有全世界各地 用6431troop 這個hashtag 共同行動 朋友的post 另外今晚 也有一個網上 努力六四的集會 其實我去疫情這麼多個月 大家不可以不理性地見面的時候 全世界都很適應了是用網上的聚會 那今晚這個六四的網上的悼念 悼念的聚會是用Zoom舉行 還有也是會 讓火天方來可以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嘉賓 來到有國內的朋友有國外的朋友 可以一起是同一個場合在網上聚會 其實可以當極權有一個辦法去打壓我們 其實我們都有千萬種去應對 去將我們的悼念更加去擴大的方法 那我們人生不死 終方不變 不論他們用什麼方法打壓 不管是國安派也好 不管是限聚令也好 其實我們都會堅持追究途徑 堅持接觸專政 直到我們見到中國和香港都有民主的一日 這個就是大家 這個最方便 大家可以用這個 上去拿很容易的 就是說我一拿就拿到 那今晚大家看到 都可以用這個的 而且都可以有這個效用的 如果大家 連這個都拿不到的 就用你電話裏面的電筒就可以了 我剛才聽到何信仁說 喂 你應該是沒有這個限聚令了吧 應該可以舉行到了吧 我不知道 老實說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見過一個國家 自己派在軍隊 殺了這麼多人 在一個 在一個 三十年 三十年以來 都 不被人查 現在很多 北京的 當年的死亂的家屬 那些人都死了 都追不到 我想提醒共產黨 台灣的228 這個 南韓的當中 菲律賓 全部都是 有殺人的 全部都是 講不到的 我不相信 就是六四 這件事可以做到 所以 我呼籲所有的人 全世界的人 是那晚一定要出來 哪怕 我們手持燭光 看起來好像很微弱 但是 它一定會 照亮 中國 照亮 香港 照亮 這一個 世界的 民主運動 多謝大家 那我最後講講英文 那大家如果有 英 就是要用英語的詞符 大家可以問一下 Many people ask me for the Hong Kong Alliance whether this year we can still hold the candlelight vigil the answer is very clear we will hold the candlelight vigil no matter whether the police ban or not ban our Victoria Park candlelight vigil we will still go in at 8pm to light a candle and to mourn those who sacrified during June 4 1989 those who continue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side China we will still light a candle for them we will start the online rally at 8pm and at 8.09 we will have a moment of silence to mourn the those who died back in 89th Hatman Square massacre and the rally will finish at 8.30 we will go in the victory park but we will also call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in every corner of Hong Kong to light up candle 8pm we will be this time flexible and we must do that because the police we believe will be banning us for going having a rally inside victory park but no matter what we will go in and secondly someone asked how about next year this year they have the ban of gathering or the covid-19 regulation how about next year but everyone knows next year it's not a covid-19 it's a communist communist party virus call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at's the more dandy virus than any virus in the world because that virus attacked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refore next year we do not know whether in Hong Kong what they will do an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whether they will ban future gathering on june 4 and future even gathering for a democracy in Hong Kong no one knows but only people in Hong Kong we do not know one thing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be water to struggle we will continue to exercise our rights and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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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ill retreat because we have nowhere else to retreat we are in Hong Kong this is a place that we love and this is a place that we have been living for many many years and we love this place so we call up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join us this year 8pm whenever you are and we will go into Victoria Park to light up a candle thank you 那大家也可以過來簽名 可以 歡迎大家支持我們支電會工作 大家見好左手邊 大家有個箱 那也是大家可以拿回個單張 我們有十問國安法 那大家可以用這個單張去了解多些 到底這個國安法對香港人的影響 好 謝謝大家 好 加油 加油 各位立場觀眾 講一講 今晚的記者在這個街上 剛剛司聯會主席李卓人也有見記者 簡單交代了當日六四 今晚六四的時候的一些行動 因為其實截至現時為止 警方仍然是未拒絕 或者反對支聯會 申請在維園舉行萬會 但是李卓人也表示 其實隨著過去上個星期 跟警方一些開會見面 他認為其實 結果是不理想的 也都認為警方也好像可能會同樣 是以反對本來今天會發生的一個遊行的理由 以這個限聚令取消 是禁止這個六四晚會 今年的六四晚會 而今年六四事件三十一年 今年支聯會的主題就是 真相自由生命抗爭 剛剛主席李卓人也有講過 當日六四的一些流程 假設警方真的反對了 當日在維園的六四晚會 支聯會會在全港各區 擺放多個街站 名為遍地燭光調六四到六四 到時就會派發燭光和紙杯託 就是呼籲在場的市民 八點是首時燭光 然後八點零九分是密礙一分鐘 而剛剛李卓人也有講 就是今年政府是以疫情緘由 去打壓這個六四的活動 他不擔保下一年 政府會不會再以其他理由 又或者是 迫將會立法的 香港國安法 去打壓這些集會 但他認為作為一個香港人 會繼續be water 也會繼續行使他擁有的自由和權力 燃點蠟燭 他也呼籲所有的香港人 是參與各區的街站的悼念 而梁國彤也說 雖然首次燭光的力量還是很微小 但他相信這些點點的觸光是可以三個 全個香港熱似到全世界 簡單講講當日 六四當晚的安排 我們之前會會繼續 派出我們的常委進入維園 我們現在正在從警方周旋 到底容不容許我們去到維園去集會 但無論怎樣都好 我們之前會一定會 成全三十一年來的傳統 我們的常委一定會進入維園去到 表達我們對於六四的意見和立場 並且將我們的五大綱領重新去表達一次 當中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和建設民主 我們當日有一個行動的 因為我們估計可能會受到政府警方的阻撓 因為大家看到他藉著疫情一方面就說疫情放緩 可以放寬很多的行業 但同時間我們的遊行集會的自由繼續打壓 去到六四當晚就是他們的分水線 所以很明顯的動機很明顯的 但我們不會因為這樣而去到退卻 我們除了鼓勵大家 可能用你自己的方法表達之外 我們當晚六四當晚8點09分 我們會還有一個悼念一分鐘的見識 我呼籲大家在當晚同一個時間 六月四號8點09分 就拿著在你自己所處的地點 無論在家裏 在街頭巷尾 在你家裏下聚集點 或者來到廣島任何一個角落 我們一起舉起我們手上的燭光 無論是蠟燭的燭光 或者是我們手機的電筒燈 或者甚至乎我們剛才展示的 我們有一個GIF檔 就是展示了一個蠟燭的圖像的 等等的方法 讓大家發出一點光 讓光去照出我們的堅持公義和爭取 我們會一直堅持到底 我手上這裡有少許資料 講多一次 就是六四號晚上8點09分 就是默開一分鐘 8點鐘的時候 請大家手持燭光 8點鐘開始手持燭光 8點09分就默開一分鐘 就在你自己身處的位置 無論在假中 打開個窗又可以 關燈在自己家裏 無論怎樣蠟燭又可以 開著手機又可以 開著我們剛才提供的蠟燭的GIF 也可以 用我們自己的方法 發出一點光 去照耀我們在六四犧牲的經年 亦都是表達我們對他們的哀悼 以及向中共不義政權 去到表達我們的不滿和懾惑 我們今天有個簽名的活動 這個是悼念察來的 請大家過來簽個名 拿一份我們製作的彈杖 那裡面呢 今年我們特地除了 一面是說六四多萬活動 是詳情和工場提及的資料之外 中間我們也有國安法殺到來 打壓香港人的自由 我們有一個實問國安法的簡單資料 那麽呢 騙我們將國安法帶來 我們在人權自由上的威脅 是什麽呢 就寫在這裏了 請大家過來 拿一張 去到一齊參賽 下給下意見 那當然我們接下來呢 現代的壓力 相信都不少的 但我相信香港人呢 一樣是會繼續 記壓 挺直我們的腰反 一起記壓 那這個直播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收看《立法新聞》的直播 請大家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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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過來到業縣那裏 請大家過來到業縣那裏 簽個名 多謝之前 那另外呢 我們有些人單張印製了 上面除了港級呢